今天呢我们要来讲的是生命纪第二章1到25节 我盼望大家在聚会之前都已经读过了这一段经文 今天时间的原因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先来只是读二节到六节 然后我们在正道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读到其他的几节经文 好我先来给大家读第二节到第六节 耶和华对我说你们绕行这山的日子够了要转向北去 你吩咐百姓说你们弟兄姨嫂的子孙住在汐尔 你们要经过他们的境界他们必惧怕你们 所以你们要分外谨慎不可与他们征战 他们的地连脚掌可踏之处我都不给你们 因我已将汐尔山赐给姨嫂为业 你们要用钱向他们买粮吃也要用钱向他们买水喝 fra I will not give you any of their land not even enough to put your foot on 好,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啊,我们来仰望你 愿你的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对我们的心来讲话 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 帮助我们能够按着你的心意在地上生活 愿你使用这段时间来建造你的教会 塑造你的门徒有合你心意的思想观念和生活的方式 打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人生就好像是一趟旅程 有一种旅程是人们为了度假而精心计划的一趟旅游 度假旅游会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地 度假旅游会有很明确的路线和日程表 如果一个人他有一份收入很高的工作 然后他每一年也有假期可以到不同的地方去旅游 那么这样的一种人生会很令人羡慕 这样的一种人生本身就如同是一趟丰富多彩的旅程 在这个人他人生的旅途上会充满很多美丽的风景 但事实上这样的人生其实也是很危险的 因为这个人他会满足于人生旅途上的风景 但是他会忘记了寻找生命尽头的终点站 因为他为每一年的度假旅游设定了目的地 但是却忘记了为他的灵魂寻找一个永恒的归属 当他走完人生的旅途之后 他的灵魂何去何去 下一站是天堂还是地狱 他活着的时候每一年都在为自己更换一个旅游景点 可是他没有为他的生命寻找一个永恒不变的终点站 那么他的人生旅途其实是一种流浪 流浪是没有目的地的一段行程 今天有很多人都在用一种度假旅游的心态在这个世界里面流浪 你的人生是不是这样呢 自从始祖亚当夏娃离开了伊甸园 当他们离开了与上帝同在的家园的时候 人类就开始在世界上流浪 这个世界就如同是一片旷野 人类就在这一片旷野里面漂泊流浪 但是上帝并没有丢弃人类 上帝仍然在护理着这个世界 上帝拆派了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我们被主耶稣找到了 我们被他拯救了 我们今天还寄居在这个世界里 但是我们却有一个目的地 我们的目的地就是上帝给我们应许的永恒的新天新地 我们不是在这个世界里流浪 我们是在朝着一个目的地前进 那个目的地就是神给我们应许的新天新地 那么我们该如何行走这一条人生的路径 生命纪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二十五节 可以教给我们这样几个功课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认识到上帝统管全人类 第二个就是我们作为上帝的子民 我们应该在世上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第三个就是我们应该专注于应许之地这个永恒的目标 我们先来看第一点 上帝统管全人类 以色列人在西尔山绕行了许多日子 耶和华对他们说 你们绕行这山的日子够了 要转向北去 终于以色列人可以继续地朝向应许之地出发了 可是在通往应许之地的这条路上 他们会路过一些外邦人的土地 这里包括以扫的子孙 就是以东人的土地 还有摩亚人的土地和亚门人的土地 可是在第五节 神说让以色列人不可与以东人征战 说他们的地连脚掌所踏之处我都不给你们 因为我已将西尔山赐给了以扫为业 在第九节神又说不可扰害摩亚人 也不可与他们征战 他们的地我不赐你为业 因为我已将亚尔赐给罗德的子孙为业 到了第十九节神又说不可走进亚门人之地 也不可扰害他们 也不可与他们征战 亚门人的地我也不赐给你们为业 因为我已将那地赐给罗德的子孙为业 在这里我们看到 耶和华是掌管全人类的上帝 亚维 is a god who rules over all nations 以东人亚门人还有摩亚人 他们所居住的土地都是上帝赐给他们的 上帝决定了他们居住的疆界 事实上不仅这三个族群的人 在上帝的同管范围之内 全人类的每一个族群都在上帝的同管之下 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六节就说 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 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 尽管很多人不相信上帝 但是他们仍然在上帝的管理之下 上帝为以色列人赐下了应许之地 上帝也给以东人 摩亚人和亚门人赐下了土地 上帝叫以色列人不要侵占以东人 摩亚人和亚门人的土地 因为这些人他们如同全世界上其他所有的人一样 都享受了上帝所赐的普遍恩典 上帝让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 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 这一段经文让我们的视野放大到全人类 上帝掌管全人类的各个民族 不要小看上帝的主权 那些不相信上帝的 抵挡上帝的国家和民族 同样在上帝的掌控之下 人的悖逆无法颠覆上帝的主权 所有的人都享受了上帝所赐的普遍恩典 那所有的人也有义务遵守上帝制定的道德法则 当然所有的人最后也应该接受上帝公义的审判 上帝用普遍恩典也祝福那些抵挡他的国家民族和个人 上帝有些时候上帝也会允许罪恶的势力兴起 就好像以东人 摩亚人 亚门人 他们都不是正义的化身 他们也有很多的罪 巴比伦也不是一个敬虔的民族 巴比伦也拜偶像 但是上帝同样用普遍恩典赐福给他们 上帝赐给他们土地 上帝让他们的国家兴盛 所以一个民族和国家 不应该以它军事的强大和经济实力的雄厚而变得骄傲 相反的 强盛的民族和国家更应该谦卑地感谢上帝的恩典 否则的话他们迟早会落在上帝的审判之下 上帝掌管全人类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点 我们应该为上帝做美好的见证 在我们的人生旅途中 我们会有很多机会和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打交道 就好像以色列人 他们在旷野也会和外邦人打交道 那么上帝的子民如何与外邦人打交道呢 上帝命令以色列人不能够占领以中人的土地 而且还不要占他们的便宜 他们需要从以东人手里面买粮食买水 他们之所以这么做基于两个原因 第一 以东人的土地是上帝赐给他们的 第一 以色列人应该尊重上帝赐给以东人的地图 因着敬畏上帝 以色列人不应该夺取上帝给以东人的祝福 第二 以色列人自己也经历了上帝的看顾和祝福 离开埃及的时候上帝让他们带着金银财宝离开埃及 在旷野的那四十年他们是一无所缺 所以上帝让他们经历到了丰富的恩惠 所以以色列人应该在外邦人面前为主做这个见证 所以当他们不吝啬 也不占以东人的便宜 也不抢夺以东人的财富 而是拿出慷慨的物资和以东人进行交换 那这样做就是在为主做一个见证 他们就是在证明耶和华让我们没有缺乏 上帝的供应是丰丰富的 这就是我们作为上帝的子民 在外邦人面前为主所做的见证 当然了 对于迦南地的某些外邦人 神也命令以色列人击杀他们 夺取他们的财物 那是上帝要借着以色列人的手来实行公义的审判 但是对于以东人 神让以色列人不要杀他们 也不要夺他们的财物 那么对于东人的这样的一个原则 也适用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 当我们以教会的名义 像非信徒开设的商店购买物资的时候 我们就不应该吝啬 我们不要说为了给教会省钱 我们拼命地压低价格 相反 我们起码应该遵守市场规则 不要让没有信主的朋友 在跟我们基督徒做生意的时候 让他们的经济受到了一些亏损 我们这样做也是基于两个原因 第一 我们相信上帝 用普遍恩典祝福所有的人 包括没有信主的人 所以作为上帝的儿女 我们愿意成为祝福流通的管道 所以在与没有信主的朋友交往的过程中 我们不是让他们经济受亏损 反而能够让他们得祝福 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我们相信我们的日用所需 天父必会供应我们 而且上帝的供应是丰丰富富的 所以我们虽然不浪费 但是也绝对不吝啬 我们可以毫无忧虑地支付账单 该付多少钱付多少钱 甚至在支付小费的时候 我们比别人给了更多 我们这样做 不是要假装自己很富 而是出于我们对上帝的信心 我们相信上帝会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 这一种出于信心的慷慨 是为主所做的见证 其实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也是在表明 我们的盼望不在这个世界里 所以我们不会抓住这个世界上的财富而不放 我们人生的目的地 不在这个世界 而在永恒的新天新地 那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之地 所以我们要专注于那个应许之地 所以让我们看最后一点 专注于应许之地 这个目标 在第十四节说 自从离开加底斯巴尼亚 到过了基列西的时候 共有三十八年 等那世代的兵兵都从营中灭尽 正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事 in the verse 14 says 38 years passed from the time we left Kadash Barnea until we crossed the Zerah Valley by then that entire generation of fighting men have had perished from the camp as the Lord had swarmed to them 从这个地图上 你可以看到 加底斯巴尼亚 到基列西 就是这样的一片地区 and as you can see from the map Kadash Barnea to Zerah Valley is such an area 以色列人就在这里 徘徊了38年 and the Israelites lingered there for 38 years 在这38年的时间里 出埃及的那第一代以色列人 度过了他们的后半生 and during these 38 years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Israelites who came out of Egypt spent the second half of their lives 他们一个一个地死在了矿野 and they were dying one by one in the wilderness 他们在有生之年 都没有找到一个 安身立命的居所 and while they were alive they did not find a place to live in their time remaining on earth 但是神警告他们 不要占领以东人 摩亚人 和亚门人的土地 but God warned them not to take the land of the Edomites Moabites and Ammonites 他们宁愿死在矿野 也不要占领他们的土地 and they would rather die in the wilderness than occupy their land 为什么呢 and why is that 因为神 要让他们的下一代 锁定一个目标 就是神要赐给他们的 应许之地 because God wants their next generation to lock in a destination the promised land that God has given to them 当出埃及的第一代 以色列人 在矿野死去之后 到了第二十四节 神就对第二代 对第二代的以色列人说 你们起来前往 过亚嫩古 我也将亚摩利人 西士本王西红 和他的地 交在你手中 你要与他争战 得他的地为业 and after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Israel who came out of Egypt died in the wilderness verse 24 says set up now and cross the Aaron Gorge see I have given into your hand Sihon the Amorite the king of Heshbon and his country began to take possession of it and engage him in battle 神叫以色列人 专注于一个目标 那就是神 要赐给他们的 应许之地 迦南地 God directed Israelite to focus on one goal the land of Canaan that God had promised them 因为神 要在应许之地 建立一个 祭司的国度 because God want to establish a kingdom of priests in the promised land 要实现 他给亚伯拉罕 的应许 and also fulfill the promise he made to Abraham 当大魏 所治理的 以色列国度 在应许之地 建立起来之后 神又与大魏 立约 when the kingdom of Israel ruled by David was established in the promised land God made a covenant 神应许大魏 他的国度 要存留到永远 and promising that his kingdom will last forever 最终耶稣基督 作为大魏的后裔 降生在了 应许之地 and in the end Jesus Christ was born in the promised land 耶稣基督 在地上 成就了 救恩的工作 and Jesus accomplished the work of salvation 让万国万邦的人 借着信靠 耶稣基督 得以进入天国 成为天国的子民 allow the people of all nations to become the citizens of a kingdom of heaven by believing in Christ 当基督 第二次降临之后 被救赎的人 要进入那永恒的 新天新地 after the second coming of Christ the redeemed will enter the new heavens and new earth with eternity 那就是神 赐给我们的 应许之地 and that is the promised land that God has gave 在这个 宏伟的救恩计划里 地上的应许之地 迦南地 和永恒的应许之地 新天新地 在同一个 链条上 and in the grand plan of salvation the promised land on earth the land of Canaan is in the same chain as the eternal promised land the new heaven and new earth 这一个链条 就是上帝 在人类历史中的 救恩计划 and this chain is God's plan of salvation and human history 而弟兄姊妹 你和我 我们都同在 这一个救恩计划 brothers and sisters you and I are in this plan of salvation 上帝的旨意 是要让我们 进入他给我们 预备的那个 永恒的应许之地 and God's will is for us to enter the eternal promised land that he has prepared for us 那么弟兄姊妹 我要问你 你渴望 进入神 给你的 应许之地吗 and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I ask you do you long for the promised land that God has given you 原本我们 人生的目的地 都跟应许之地 没有关系的 originally the destination of our lives had nothing to do with the promised land 我们原本 都只是想要 在这个世界里 找到一个 安身立命的居所 we all originally just want to find a place to live in this world 那是我们的人生目标 and this was our purpose in life 我们都曾经 把流浪 当成了旅游 we mistakenly wandering us as a tourist on the earth 我们都如羊 走迷 个人偏行几路 and we're like a sheep we go astray and go on our own way 但是主耶稣 来寻找拯救 我们这些 失丧的人 but the lord jesus came to seek and save those of us who are lost 主耶稣 为我们的罪 死在十字架上 the lord jesus died on the cross for our sin 他从死里复活 然后他升天 为我们预备 在天上永恒的家乡 and he rose from the dead to prepare our eternal home in heaven 主耶稣 为我们预备了 一个应许之地 and it is a promised land that our lord jesus prepared for us 主耶稣 不仅把应许之地 为我们预备好了 主耶稣 也把通往 应许之地的 那条路 为我们铺好了 the lord jesus not only prepared the future promised land but also paved the way to that promised land 那条路 就是耶稣基督 他自己 and that way is jesus 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 真理生命 若不接着我 没有人能到 父那里去 and jesus christ he is the truth and life and no one comes through to the father except through him 主耶稣 给我们预备的 应许之地 要比迦南地 更美好 the promised land jesus has prepared for us is better than the land of canaan 那个永恒的 应许之地 还不只是为 我们这一代人 预备的 and that eternal promised land is not just for our generation 也是为我们 下一代的人 所预备的 but also for our next generation as well 耶稣基督 所预备的 那条通往 天国的路 对于每一代 信靠他的人 都是有效的 and the road to heaven that jesus christ may is velvet for every generation as long as we follow him by faith 所以弟兄姊妹 不要让我们 在这个世界里面 人生旅途上 那些短暂的 舒适享受 扣留了我们 奔向 应许之地的脚步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do not let the brief comfort of our life's journey hold us back from running to the promised land 在奔向 永恒之地的 这个旅途当中 会有很多的 试探 诱惑 拦阻 来阻碍 我们前进的步伐 and on this journey to the promised land there will be many temptations that stand in our way of our progress toward the promised land 以色列人 也是如此 so are the Israelites 当他们靠近 以东人的土地的时候 神警告他们 要分外谨慎 不可与 以东人争战 so when they are near the land of Idomites God warned them to be very careful not to fight against the Idomites 为什么以色列人 要分外谨慎呢 and why are they being extra careful 难道是因为 以东人太强大了吗 is it because theIdomites are too powerful 因为以东人 会来攻打 以色列人吗 is it because thatIdomites will come and attack theIsraelites 不是的 no 恰恰相反 是因为 以东人 惧怕以色列人 on the country is because theIdomites will fear theIsraelites 所以以色列人 要分外谨慎 that's the reason theIsraelites must be very careful 这是什么逻辑呢 so what is this logic 以东人 惧怕以色列人 theIdomites feared theIsraelites 以东人 不会对 以色列人 构成任何威胁 and theIdomites did not pose a threat to theIsraelites 那 以色列人 为什么要谨慎呢 and why should theIsraelites be extra cautious 让我们来体会一下 以色列人的处境 and let's take a look at the situation of theIsraelites 你可以设想一下 假如说 你来到 我们 密西比 Jackson这个地方 你工作了十年了 你都没有买到房子 and imagine you came to Jackson Mississippi and worked for ten years without buying a house and your friends have all bought houses 有一个朋友 在一个小区里 有一个三居室的房子 and one has a three bedroom house in a subdivision 另外一个朋友 在另外一个小区里 有一个四居室的房子 and another friend has a four bedroom house in a subdivision 你所有的房 你所有的朋友啊 都有了房子 and all your friends have a house 只有你 每一年还在 租住着公寓 and only you renewing the contract to rent the apartment every year 在这个时候 有一位有人跟你说 某个小区里啊 有个房子在卖呢 and at this time a friend said that a house in a certain community was being sold 房东急于出手 价格也不贵 房子很 房子很好的 and the landlord was eager to sell it the price was not expensive and the house was very good 哇 一个房子 就摆在你的眼前 你轻而易举的 就可以唾手可得 你会不会心动呢 and the house is in right in front of you and you can easily get it in your fingertips would you be moved by it 也许你可以 多多少少 体会一下 以色列人的心情 and in this way we can somehow understand the feelings of the Israelites 以东人 有了自己的土地了 the Edomites have their own land 摩亚人 有了自己的土地了 the Moabites have their own land 亚门人 也有自己的土地了 and the Edomites have also have their own land 只有以色列人 在旷野里面 漂泊不定 居无定所 and only the Israelites wander in the midst of their land without a place to stay 那一代以色列人 在旷野里 漂流了半辈子了 他们难道 不希望找到 一个固定的 一个住所吗 and that generation has spent their lives in the wilderness don't they want to find a place to live as soon as possible 以东人的土地 就在眼前 and the land of Edomites is at hand 而且以东人 又不像 加南地的 某些民族的人 那样高大威猛 又没有那么可怕 而且以东人 还怕以色列人 and the Edomites were not as fearsome as the mighty men of Canaan and also the Edomites were afraid of Israelites 所以以东人的土地 在那个时候 可以说是 唾手可得 so the land of the Edomites was at their fingertips 以色列人 想占领以东人的土地 那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and it was easy for the Israelites to occupy the land of the Edomites 所以神警告 他们说 不要与 以东人征战 so the God warned them not to fight against the Edomites 有两个原因 and there are two reasons 第一个原因 神把那边土地 给了以东人 first God gave that land to the Edomites 以色列人 不要夺取 神给以东人的 祝福 and the Israelites should not take away the blessings God gave to the Edomites 第二个原因 神要把 迦南地 赐给以色列人 in a second God will give the land of Canaan to the Israelites 以色列人 必须全力以赴地 奔向应许之地 and they must go to the promised land with all their might 尽管第一代 出埃及的第一代 以色列人 不能进应许之地 但是神要让他们的 下一代的孩子们 进入应许之地 although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Israel cannot enter the promised land but God will allow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Israel to enter the promised land 所以第一代的 以色列人 不要拦阻 第二代以色列人 进入应许之地 therefore the first generation should not stop the second generation from entering the promised land 可是一旦 以色列人 占领了 以东人的土地 那么 以色列人 每一家 每一户 都有了 自己的房子 和葡萄园 他们再也不用 旷野漂泊了 他们都有了 自己的土地 他们有自己的家世 他有自己的妻子 孩子 那么在这一片土地上 生活也不错 那何必一定要 进入应许之地呢 所以如果 第一代的以色列人 占领了外邦人的土地 又把那片土地 遗留给他们的下一代 那将会拦阻 他们的下一代 进入应许之地 所以神警告 以色列人说 你们要分外谨慎 不可与他们争战 以东人的土地 不是神给以色列人 应许的产业 他们必须 继续前进 绕开 移动人的土地 绕开 摩亚人的土地 也绕开 亚门人的土地 不要看到 他们安居乐业 你们心里面就陷入 不要看到 他们住房子 你们住帐篷 你们心里面就不平衡 不要看到 他们有葡萄园 你们每天在 矿野里减满 你们就觉得不满足 你们的目的地是神给你们的应许之地 也许第一代的以色列人会说 哎呀 反正我们这一代人是进不了加南地了 可能 我们这一代人是进不了加南地了 因为神已经跟我们说了 我们是进不去了 那么 我们既然进不去 我们就在加南地之外 占领一天土地 我们至少可以安享晚年了吧 但是神让他们就是死在旷野 也不要在应许之地以外 给自己寻找一个家乡 因为即使你们这一代人 不能进入应许之地 你们也不要拦阻 你们的孩子们进入应许之地 不要给你们的下一代 进入应许之地 设置任何的障碍 不要让你们的儿女 把时间精力花在争夺外邦人的土地 而忘记了去争夺加南地 不要让你们的下一代 因为得享了外邦人的产业 而不再向往应许之地 所以当乙东人的土地 唾手可得的时候 你们更要分外谨慎 不可与他们争战 所以不要给你们的下一代 进入应许之地 设置任何的障碍 可是坦白地说 今天很多身为基督徒的父母们 在为自己的孩子 进入神给他们预备的应许之地 设置重重障碍 因为很多父母盼望孩子在这个世界上享受幸福的人生 远远超过了盼望孩子 带着丰盼的生命进入永远的天国 所以很多父母努力地培养孩子 在这个世界上可以过上安稳的生活 远远地超过了培养孩子 成为敬强爱主的人 所付出的努力 如果一个孩子长大了 上了一所名牌大学 或者在一个大公司里 找到了一份高薪的工作 或者每一年的假期可以出去度假旅游 在买了房子 结了婚 生了孩子 那么这样的话 这些做父母的 哇 心里面终于踏实了 终于可以放心了 真的可以放心了吗 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将来我们自己 我们的孩子 或者我们其他所爱的人 在末日审判的时候 会得着怎样的结局 我们的人生 在上帝的眼中 有没有价值 我们是在为自己活 还是为那赐我们生命的上帝而活 我们的灵魂 是渴望天堂里上帝的荣耀 还是在迎接地狱里的烈火 哪里才是上帝给我们预备的应许之地 所以弟兄姊妹 我请求每一位 严肃地来认真地 省察自己的内心 究竟你人生的目标是什么 你渴望天国吗 如果我们珍惜自己的灵魂的话 如果我们真的爱我们的家人的话 那么我们最大的盼望 是我们都进入那天上的新耶路撒冷 如果我们所爱的人 在这个世界里面功成名就 但是他没有一个重生得救的人 该有的生命特征 他没有圣灵所结的果子 他对天国没有热情 没有兴趣 那么即使他在世界上活得很幸福 我们仍然要为他的灵魂担忧 甚至更担忧 并且迫切地为他祷告 And even if they live happily on earth We should still worry about his soul And pray heavily for him 相反 如果他爱神爱人 And on the contrary If he loves God and loves people 如果他的生命 结满了圣灵的果子 And his life is full of fruit Beared by the Holy Spirit 如果他对天国满有热情 And he is full of enthusiasm For the kingdom of heaven 那么无论他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如何 我们都可以对他放心了 Well no matter what his life is like In the world We can rest easily for him 我不是说我们对世界上的生活 就不管不顾不负责任 不是这个意思 I'm not saying that we are irresponsible or irresponsible for our lives in the world 我们当然可以安排我们在世上的生活 这个没有问题 And we can arrange our life on earth 但是我们要说的是 我们不应该只在乎这世上几十年的人生 But what I'm saying is We shouldn't just care about our decades 我们更应该重视的是那永恒的生命 And we should care more about life in eternity 我们更应该重视的是在永恒里的结局 And we should care more about our end in the eternity 愿我们都被永恒的应许之地所吸引 May we be all drawn to the eternal promised land 当我们的目标正确了 When our goals are right 那么我们就懂得该如何做正确的选择 Then we know how to make the right choices 当我们在选择一份工作的时候 或者在选择一所学校的时候 When we are choosing a job Or when we are choosing a school 我们就不会只是考虑 这个工作或者这个学校 是否可以让我或者我的家人 在世上活得更好 And we don't just think about the job Or the school that can make us Make our life Or our family Live better in the world 我们会更在意 这一份工作或者这个学校 是否有利于我和我的家人 帮助我们更爱神 Then we will care more about It is if this job or this school Is good for our family To love God more 是否可以帮助我们 在信心上成长 And does it help our faith to grow 是否可以让我们的生命 在永恒里实现 更宝贵的价值 And does it help our life to achieve eternal value 所以弟兄姊妹 让我们锁定上帝 给我们预备的应许之地 And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Let us lock in the promised land that God has prepared 让我们人生一切的选择 都为这一个目标来服务 And all the choices in our life serve this purpose 然后我们一起祷告 Let's pray 天父我们要再一次 来到你的面前 来感谢你 Dear Heavenly Father We come before you And we want to give thanks to you 感谢你派主耶稣 来寻找拯救我们 这失丧的人 And thank you for sending Our Lord Jesus To seek the lost in the world 主要让我们 对天国有更真实的热忱 And may let us all be passionate And enthusiasm for the heaven 打开我们鼠邻的眼睛 让我们看见天国的宝贵 And may you open our eyes of the spirit and see the value of the eternal kingdom How 让我们追求你 给我们的应许之地 And may we seek the promised land that you have promised for us How 让我们人生一切的选择 都是为了让我们 更丰富的进入耶稣基督 给我们预备的 那永远的国度 And may the choice we made in our life are all directing to enter the promised land that you provide through Jesus Christ 我们的祷告 封主耶稣基督的名 In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Amen Amen Do you Who Do you